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蓝蓝自驾游 现在单人单车 开着武林车 自驾西藏拉萨 那我们现在是在四川甘孜州的折多山 折多山也是川藏第一关 如果说你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 那你接下来的川藏行真的是不用去了 我昨天在康定遇到了两个老乡 是我们河南州口丹城县的 然后他是一早过来爬的折多山 他们就受不了 就提前走了 他在爬的时候给我说 他说这个折多山的海拔太高了 我们这个都有高反了 所以又返回到康定去了 其实这个高反我觉得是看个人的心理素质 其实一般不会高反 这才4298米 那你这个第一关4298米的话 你都过不去的话 那接下来5000多米6000多米 你咋过呢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川藏第一关 大家来川藏游玩 其实这个海拔高 还有这个高原反应的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有一些都是心理反应 我来过几次藏区 都没有吸氧气 其实如果说你有一点点的这个气喘 你因为你爬很高的山嘛 它本来海拔就很高嘛 你爬一点点高山 你就有一点点气喘 你就去吸这个氧气的话 你就会有依赖性 所以如果说你爬山有一点点累的话 那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下 再往上爬 这样子会好一点 我是爬到折舵山上面 我是停了几次 我没有带氧气 我也没有买氧气 所以就是说 你自己要控制住 你自己的步伐 你来到藏区之后 一定要把节奏慢一点 再慢一点 对 给大家看一看 西出折舵山的风景 看见那个大哥们 刚刚把那个短袖脱掉了 他穿上了已经 我拿起手机 他已经穿上了 哎呦 感到风特别大特别冷